在今年的5月中旬 本土疫情爆發的時候 指揮中心就暫緩了外國人入境 導致有許多急需要家庭看護的家庭 都等不到移工 但是民眾黨立委賴香玲跟張啟露 昨天他們就踢爆說 經濟部為了加速趕工大潭電廠 10月份卻讓台電以專案申請的方式 走後門方式 一口氣引進了400名的太極的移工 我看到賴香玲就說了 勞動部目前只有開放印尼籍的 但是經濟部卻引進不在 核准範圍的泰國移工 另外還有立委表示說 這個執政黨的專案就光速的推動 人民需要的家庭看護的移工 到了11月中旬才慢慢開放 慢慢來嗎 是不是在走後門偷跑呢 政府只管公投 不管民生了 必要時要送監院來處理 因為他們認為說 現在有一些家庭是需要印尼的看護工 但是到了11月中旬才開放 所以政府是不是只管公投 不管民生了 所以相關的單位應該要對外來說明 但是來看到台電也有做了回應 台電說大潭新增的燃氣機 是牽涉到了明年夏天的尖峰來臨時間 是不是能夠順利的供電 所以依照了規定 申請了移工全力來趕工 而且也是有遵守防疫的規定 這是看到台電最新的一個回應 不過經濟部長王美花 他在立法院被問到高瑜 高嘉瑜家暴事件的時候 他沒有回應 沒想到一陣推擠之後 他的鞋子竟然掉了 只好尷尬的回頭去撿鞋子 高嘉瑜的事情還不可以想 這方便了解嗎 真的不... 啊啊啊啊啊 不要這樣子啦 真的不要這樣子 真的不要這樣子 不好意思 來我趕快進去好不好 現在兩個步驟 對 謝謝 不好意思小心腳步 小心腳步 小心腳步 沒關係 不要這樣子 對 那我們等一下可以外面受訪 對不起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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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先一千八 好 我們先一千八 看鞋子掉了